《光彩傾城》 风华再现 2022温哥华华瑞小姐竞选特别节目《光彩傾城》 一年两集将会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八位佳麗 听下他们的心努力情 见证美丽的成长与蜕变 在这两个月的训练里面 八位佳麗积极装备自己 从妆容发型到穿搭体态 甚至言行举止 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面对高压的环境 佳麗门要克服重重难关和挫折 不单止没有被击败 反而越战越勇 成为一颗开在绝处的花 绽放独一无二的光彩 我会比较重视护肤 我觉得皮肤不好的话 画上多少妆都是看得出来的 我的护肤小秘诀是多喝水 我发现皮肤不好是从体内发出的 因为我之前经常长痘痘 所以做了很多研究 看了很多医生 体内的水分不够和毒素太多 用再好的护肤品都不会能帮助到皮肤 所以多喝水可以帮忙改善皮肤的品质 我每天晚上会涂一些精油 然后涂一层厚厚的面霜 然后再睡一觉 如果那一天我的皮肤比较敏感 或者有痘痘的话 我一定会涂一些pimpel cream 这样子早上就不用涂精油 而是用一些toning water 然后涂一层面霜 这样的话 如果需要拍摄一整天 脸上不会出油也不会太干 车虽然不是必需品 但亦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尤其在冬天出门 又要放应急物、雪态 甚至需要带铲 以备不时之需 我很怕落雪的时候开车 因为你就要开得更加慢 更加小心 有时候可能看路看得未必那么清楚 我很怕遇到一些很心急的司机 因为有时候他们一急 他们就会享安 就会令我很紧张 我觉得开车也是安全最重要 环保是现时的大趋势 尤其是油价高企 而亦有佳麗有她自己的要求 我想会着重环保 如果垫车的话会比较好 买一架自己喜欢的靓车 可以令生活更加方便 甚至有佳麗经历完华裔小姐竞选之后 才发现车原来都真的挺重要 Voto Contest也是我第一次做模特 第一次体验到了 有这么多摄影机在身旁是什么样的感觉 被这么多人关注着 同时也有路人眉关 我觉得是一种比较让人紧张的一个状态 同时那也体验到了 模特这种工作也是非常challenging的 因为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的容易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or how many people were coming in I didn't know that day to take photos of us I guess when I found out the number of people I was a little bit nervous But once I stood out there and I started posing and everything Everything came naturally which is really nice 我觉得蛮好玩的 Renee 我想要问你 你喜欢唱歌跳舞 但专业却选择了生命科学 如果要你在两者中选择一个作为职业 你会选择什么呢 其实两者我都很喜欢 如果哪一项我能做得好又成功的话 我就选择她作我的终身事业 宣敌 你来自演艺家庭 家人是不是从小有一代陪你成为音乐家呢 是啊 因为我妈妈是一位粤剧演员 她自己本身很喜欢音乐 所以她从小都希望再陪我成为一位钢琴家 但是我中途都曾经想过放弃的 因为很辛苦 但是幸好有我妈妈支持我 不停鼓励我 陪陪我 还有我钢琴老师都教导我 要去坚持 学音乐就好像学做人那样 她教我怎样去尊重每一粒音 每一份琴谱 所以我最后都坚持 完成我的细事学位 Mia 我想问问你呢 平时意外跳舞 又曾经在华姐舞台表演过 今次参生参选 你这就是怎样呢 今年终于参加了华姐的培训 我发现身边的女孩子们 都非常的优秀和努力 看到她们优点的我 更想做得更加好 现在有动力 去做得更加自信 把最好的一面带给大家 Nicole 我想问你 你七岁的时候就想成为一位医生 是什么事情启发了你呢 我七岁的时候 其实是香港沙士期间 2003年 我记得那刻香港是一个很 很混乱的地方 因为个个都很惹怒 很害怕 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记得那时看着电视 看到很多医护人员 医生 姑娘 给到这个城市很多希望 我看着电视 我记得我和妈妈说 我指着我说 有一天我要做一位医生 在20年里 我都没有改变过这个dream 我到现在都很希望 我可以给到每一位病人 同一种的希望 温哥华华瑞小姐竞选 2022 蓄势待发 今年更加邀请到 特别表演嘉宾 石永利Suki S 月亮来到现场为大家表演 在早前的记者招待会 Suki都很亲切地 跟各大传媒朋友打招呼 对于今次的特别舞台 Suki都显得非常兴奋和紧张 急不及待想和粉丝见面 今天很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美声女神石永利 想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Hello Suki 你好 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开心 今次来到Vancouver 有没有什么地方 是特别想去 或者有什么是很想吃的呢 其实我想去哪里 我最想吃东西 因为我真的很胃胃 最想吃越南粉 嗯 这里出名 对 没错 那我们不如说说工作方面 可以和我们分享最近忙什么 和什么时候可以听到你的新歌 其实自己的新歌应该就是 我很希望可以在月底 即是年尾 就会在面世了 耶 我知道歌迷都等了很久 真的很抱怯 因为自己最近有些私事 就是在搬新屋 我喜欢把自己的家 搞得很漂亮 慢慢一件一件 好像砌LEGO那样装 接下来这个问题 是我自己的私心想问的 你的声音这么漂亮 尤其是在加拿大冬天 这么干燥 有什么办法可以保养自己的声音 最重要是喝多点水 就是这么简单 还有我比较常用的一招 就是我会冲一些蜜糖水喝 滋润自己的喉咙 还有睡觉千万要记得加湿器 那就没事了 好了 今天非常感谢Silky 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 我们都非常期待 可以听到你的新歌 嗯 好 谢谢 八位佳麗将会争夺不同的奖项 评审将会从不同的评分准则 给予肯定给八位佳麗 挑选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最佳人选 比赛当晚 八位佳麗即使是心情紧张 仍然要表现大方 一举手一头足 都足以影响到比赛结果 除了要争夺冠亚贵军 还有几个奖项 包括美容国名艳赵人奖 六福珠宝最上镜小姐 三与公司健康魅力奖 Briant Jazz OBMW才智出众奖 以及Oakwich Park最佳才艺奖 这么多奖项到底花落谁家 记得锁定2022温哥华华瑞小姐竞选 光彩倾城 风华在宴Reignite 总决赛将会在今个星期六 12月3号晚上8点55分 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 一起见证传奇单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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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